你醒啦 你醒啦 这 这 这什么地方 这是我家呀 你家 不是 你在这儿怎么还会有家呀 我在这儿有家奇怪吗 这房子 是我爸爸买了几年了 一直都空着 这次因为你项目的事情 所以派上用场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 我怎么会在你家啊 昨天晚上 你喝酒喝多了 要不是我的话 你就睡在马路上了 你都不知道 昨晚你吐了好多 衣服上全是脏东西 我都给你洗了 在那儿呢 那麻烦你帮我把衣服 纳过来行吗 嗯 我都给你晕干了 那你把衣服换好吧 我下楼给你做早饭去了 梦中 昨天晚上 我我 我没做什么吧 我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可什么都记得 以后 这里会一直欢迎你的 你要是累了 想找地方休息了 或者是 你想我了 可以随时过来 对了 早上你的手机一直响 我怕吵着你睡觉 就替你关机了 那我下去给你做早饭了 一会儿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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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 妈 你怎么回来了呀 今天单位有个很重要的会 我回来拿点资料 昨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 昨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单位呢 我爸妈这个月底就要来了 到时候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 你爸爸妈妈要来 对 现在早上起来 我给他们打电话刚说好的 那 他们不是 我妈之前身体是不太好 现在好歇了 所以得先跟我爸来看看婷婷 我知道光明 这件事情一直让你心里 很难受 这也怪小雪她太不懂事了 你爸妈妈来 丁雪知道吗 还不知道 妈 我得走了 嗯 那晚上回来吃饭吗 丁雪也回来吃饭的 光明 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三位 都是美国史密斯特公司的代表 他们对你的成果 得有了高度的评价 许光明 不是 没想到吧 这什么情况这是 什么情况 我胡汗三又回来了呗 光明 你们俩这是 我跟光明是大学同学 我们是上下铺的好兄弟 我和光明是大学同学 结果人家学习好 毕业之后寿博联读 然后分到您这儿来了 我这种学习成绩不好的 就只能出国讨生活了 就只能出国讨生活了 不是 没 你 你现在是他们公司 驻中国区的 总统 总统 我给你 给洋人打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美国公司高管啊 严肃 我这是许光明 这个社区的总统 你好 您好 你好 安迪 总统 你好 真行 哎 姥姥 我饿了 如果你饿的话 姥姥先给你盛一口饭 好不好 你的乖孩子 爸爸妈妈 为什么不回来吃啊 爸爸妈妈他们 会回来吃饭的 等你吃饱了 姥姥呢 就用保鲜膜 我把他包起来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再跟他们 热一下吃 好不好啊 上哪去了 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吗 你想故意跟我作对 是不是 许光明也没回来吧 许光明也没回来吧 妈 我看你啊 这是自作多情 我是在问你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上哪儿去了 我 我没上哪儿 逛了逛商场 买了两条裙子 一双鞋子 然后月上顾小曼 做了个头发 拘了个油 还俩上个指甲 好看吗 这就是你最充实的一天 挺充实的 我怎么生的你最 不成细的东西 那得不你自己啊 是你生的我 又不是我自己生的自己 昨天你跑到许光明的单位 去大吵大闹 我想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该冷静下来吧 想一想补救的办法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过了逍遥自在的一天 你想让我怎么样 第三下司跟他去道歉吗 明明是他的错 是他对不起我 你想不想要这家 不是我想不想 是许光明想不想要这个家 你都做了一桌饭 他来了吗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我不管他 我在问你 你告诉我 你想不想要这个家 不想要这个家没有关系 我现在带着婷婷 立马就走 你信不信 广播 对 HOW 会不会 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天天睡了 我妈哄睡着了 女子们穿着鞋就进来了 赶紧去洗个澡吧 昨天我没回来 肯定没洗澡吧 身上都臭了 小雪 你坐 我想跟你聊聊 你说吧 你觉得咱俩就这么过下去有意思吗 没意思 那你觉得咱俩还有必要这么相互折磨下去吗 那你觉得咱俩还有必要这么相互折磨下去吗 我没折磨你 你没折磨我 你没折磨我昨天你跑到我们单位去 昨天是我不对 你真这么想 啊 我不应该跑到你单位去 让你没面子 我应该给你解释的机会 是我太冲动了 你真这么觉得 昨天的事情 确实是我不对 小雪 你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这 其实我也有错 买房子的事泡汤了 我早应该告诉你的 但 但是 我知道你是怕我不高兴 我妈都跟我说了 其实包括之前的事 我都能跟你解释清楚的 文明 以前的事情 你有你的错 我也有我的错 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还想不想要这个家 现在 如果说咱俩接下来 能一直都像现在这样 我当然想过下去了 只要你 别再对我一身一跪的 我一身一跪是由你老骗我 那我也不是诚心的呀 你都说了 你也知道我是怕你伤心嘛 可事实上你就是骗了我 好了 好了 互相认得错以后改正 听见没有 你 你能改正吗 我能改 问题是你 你能改吗 一起改嘛 妈提醒你们一句啊 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句话都不许再问了 光明不说了吗 房子就不买了 不买就是好事啊 明天去把复婚的手续给我办了 好好的日子好好过 光明不早了 妈要回去了 好 你身上什么味儿 什么 什么什么味儿 你昨天晚上没回家 你去哪儿了 我 我在办公室啊 一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 那你身上香水味儿怎么回事 你说实话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 昨天晚上去酒店了 你有没有去实话 一会儿酒店 一会儿办公室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我去酒店睡了一晚上 你说 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你们是不是去开房了 什么开房 我就是去睡了一晚上 许光明 你还要不要脸 你是不是人啊你 我就不要脸了 我不是人 你满意了吧 你们要干什么 老毛病又犯了 你什么事情你问问清楚啊 问清楚 妈 你问他 你问问他身上香水味哪儿来的 他从来不用香水 他解释得清楚吗 一会儿办公室 一会儿酒店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拿着钱 绝要上三了 你放屁 许光明 你还记不记得 你家里有个老婆孩子 你还记不得我是谁 我记得 我记得你是我前妻 我记得咱俩已经离婚了 你也没有�� Xbox 你也不认识 你说了 你不是自己在我一门 哦 哈哈 你不认识